中国建材3323,老子买入10.48元 还有没有上网空间? 是正在升,但累积升了不少 内房股、钢铁股、水泥股,甚至有建筑玻璃的相关股份 背后的道理几乎一模一样 内地有些旧市政策出来了 最坏是12个,股价充了一阵,但同样地的市况 甚至升不穿到25000,同样地这些股份有机会短线建了高位 做一个获利调整,所以如果你10个岭左右这些位置买 你这些位置不下车,最坏的情况是什么? 那就下回你的码价,所以你从短炒角度上是想吃虎线的 再找位置去买饭,升穿了近期的高位再去追过 你最多都是赚少4毫子左右,但你等货到之前的高位 还可以走多一阵,看12甚至13元左右这些位置 所以你从短炒角度上是想吃虎的了,再找机会去买饭 但你如果中长线持有的话,这些股份有得手的 短线又不是最忧虑的股份 纯粹它们之前升得多要做个调整的原因